这种大流行开始影响最大的我想就是人们的精神健康 因为最近发表在《柳叶刀》上面有一篇报告 研究了204个国家中新冠对忧虑症还有焦虑症的影响 其实我们有不少观众真的留言给我们 像这位庄子爱白杨 他就说我们新西兰昨天一天注射疫苗10万人 因为政府虽然没说强迫 但是不注射疫苗就封锁在家里 哪里也去不了了 人们受够了封锁 很多人抑郁症所以只能注射 因此大概比例90%就可以开发海关解除封锁 那这位观众真的是听起来确实是蛮无奈的 那另外还有一位他叫刘成龙 他说我还以为就我自己难受原来全都难受 所以针对这个议题 可不可以请林博士来分析一下有关于这片研究 那同时也回复一下我们观众的提问 那这两个朋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也非常严重 COVID疫情在全球肆虐 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绝对不仅仅在这个病情本身 就不仅仅在这个被感染的人群中受到巨大的冲击 那很多人在这个不同的防疫处事下 其实也承受了相当大的方方面面的冲击 包括可能个人这个工作方式的调整 然后有的人是隔离的长期隔离 那有的人是家里的孩子 就是也是长期不能够上学 那在家中的整个环境都发生变化 很多地方如果政府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甚至分手门户 那这样子就被困在家中 这个城市的精神压力就更大 所以我们记得去年在武汉 对吧 曾经有喊楼的这个现象 今年郑州有疫情的时候也有出现 就当政府采取非常严密的这个控制的时候 人们的精神是很不容易能够保持稳定的 所以心理的这个焦虑啊等等 抑郁啊等等都要发泄出来 所以这个喊楼的现象 那像这位观众朋友 他提到的新西兰的情况 那西方政府虽然没有那么极端 但是长期的这个分锁 也使得人们这个很多情况很难 这个到这个社区去参加活动啊 很多人见不到对吧 就像今年夏天以来 各个地方逐渐开放了 我们见到很多很久不见的朋友 都有很多的变化 对啊 这个心理上的变化 或者是体重方面的变化都有 所以这个就对人 这个各方面的冲击是很多的 那当然心理学界 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视 所以去年以来的路数学 其实也是有一些研究 聚焦在COVID 对人们精神方面的健康 带来的这个冲击 那这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纯粹心理方面的 另外一方面的就是牵扯到 这个病毒本身 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啊 这个脑部啊等等 让你自己味觉嗅觉啊等等 所带来的这个心理冲击 或者是脑部损伤 所带来的精神的不稳定 所以这里面是两方面的 有神经学方面的 有心理学方面的 精神方面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多方面的 因素要综合考量 然后政府的这个措施 在促成经理方面的 整个社会效应方面 到底有多大的冲击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 更完整的去分析的 那现在就是有一份研究报告 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份报告呢 它是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因为毕竟陆陆续续去年以来 就已经有一些研究报告出来 是关于这个精神方面的冲击嘛 那它就做 把这些文献收集起来 然后进行 就用一些 因为它们一些指标进行筛选 然后调损了一些研究 相对来说 比较就是整个研究的方法 和研究的人群 相对来说 比较清晰 比较好融入地一起进行 对照的分析 做这样一个大数据分析 那么它就发现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 针对204个国家的数据 进行分析的话 发现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 女性在整个疫情中 出现这个忧郁症 抑郁症 焦虑症的这样的人群的比例 是要超过男性的 然后年龄段 这个其实会稍微 让很多人意外一点 就是年轻的人群 特别是十几岁到50岁之前的 这一个人群 总有焦虑症的人 甚至要超过年龄大的人 因为大家可能常规的概念 会觉得老人被感染了 很多老人都吓得要死 按理来说 他们的这个焦虑症会更严重 觉得自己生命很可能要完结了 很多人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这份研究报告 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下一张图就是把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区分看得更仔细一点 那就是说它这份图可以看到外轴 那基本上就整个每个五岁的年龄段 全部给你做一个细分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十几岁的小孩出现焦虑症 和忧郁症的这个比例都很高了 因为这个图它展现的也比较形象 大家看到这个绿色和蓝色的 它是在疫情之前的一个基础 那么中间的这个像新一样的这个部分 是黄色的和橙色的 那就是这个疫情中 它增加的这个部分 那就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轴线的左边 是女性的右边是男性的情况 那总的来说不管是男性女性 那么在从年龄段10岁以上 到50岁左右的这个比例 这个人群中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都有相当大的增加 是属于忧郁症或者焦虑症的人群 那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分布上 确实是女性的比例也远超过男性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明 这个疫情对整个全社会的冲击 绝对不仅仅是感染的人群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住院的人群 而整个社会承受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冲击非常大 那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我觉得一方面是大规模的 在全社会推广这些检测 给人们带来这个冲击也非常大 因为过去其实你想流感每年这个季节来的话 如果对于流感的检测 也像COVID检测一样 全方位的推向全社会的话 那有多少人会知道自己是被这个流感感染了 有多少人会要非常非常紧张呢 即使你是无症状的 你可能也会非常紧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检测手段 全方位推向社会所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效应 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承认的一点 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医疗手段 都推向全社会 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 就一定是有好处的 有的人是被吓死的 对不对 有的人只是检测到阳性了 他都不知道这个也许身体 你克服一段时间就一定会挺过去的 很多人一下就精神崩溃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媒体的宣传 整体的这个社会的应对的这种措施 会带来巨大的这个心理的压力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造成了全社会对于COVID-19疫情的 一种巨大的忧虑和恐慌的 有些政府的这个防疫 也是超出应有的公共防疫的范围 这些我觉得都是现在人类社会 这一次在整个防疫期间 因为科技的发达所带来的副作用 其实是没有充分重视的 包括就刚才我们节目最初 到时候谈到对变种的追查 其实也有它副名的作用 一方面这个技术发展 使人们更容易的追踪 这个病毒的变化的趋势 但是换一个方向想一想 你会发现人们对这个病毒的 越来越担心了 就是因为你觉得它病毒不再变 可是其实你不知道它病毒也在变 那么过去这个社会中流行的 那么多的这个流感病毒 HIV病毒那变得更厉害 但是人们有没有那么多焦虑呢 其实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焦虑 对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这份研究报告就会看到 你看从十几岁小孩 比如上不了学啊 到几十岁的人担心感染以后 失去工作不能照顾 妻儿老小了 各种各样的忧虑全部上来 一旦你被确诊以后 就是巨大的心理上的这个冲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是整个社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整体的反应方面 应该怎么做 其实是要重新审视的 有很多做法是应该要认真评估 对整个社会的综合效应 综合的冲击力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就是提到这个事件 顺便提到一下 就是去年其实这个研究报告嘛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嘛 因为它在做这种大数据的分析呢 也有它的局限性 一个就是说它主要的数据 是基于比较发达的国家了 但是像南美啊 非洲一些国家的数据呢 其实是没有直接的 所以它是一种推演的方式 所以它这里面签成到 这份数据得到的这个数据量呢 可能是不是那么准确的 因为它得出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数据 就是说有中毒忧郁症的人增加了5000万 焦虑症的人增加了7600万啊等等 都有显著的增加 但这个数据可能是也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是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缺陷 然后另外呢 它这个统计的方法 它是根据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 它都是采用了同样的这个 比如说咨询表格 用了GET7这样一个评估的标准 那这样子呢 就是说其实是依赖于受视人群 他们自己主动汇报 自己对自己焦虑症 或者是忧郁症的这个程度的评估 这主观性比较强 也不是医生的诊断的结果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有 相当大的一个偏差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研究报告 也有它的局限 但是我觉得它总体上 通过大数据反映了一些问题 也佐证了去年以来 一些零星的一些报告 因为去年其实 从一开始就是有一些 这个心理学家精神方面的这个专家 去关注这一点 所以去年来已经也有一些研究报告 是谈这一点的 那么得到的其实也有类似的结果 包括比如说女性 患上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 这个比例要超过男性等等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数据出来了 那这份报告就是说更全面 但是我们要看到 它也有它的这个分析上的一些局限 是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的解析 我想从这份报告来看 未来或许我们对于精神疾病 可能要更加的关注 因为它是有一点像潜在的一些紧闭 也是潜在的隐忧 所以我想未来请各个专家们 再帮我们多关心一下 我们现在全球的一些民众 再次感谢林小旭博士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 好那谢谢林小旭博士 帮大家解开一些疑惑 我想就像刚才我说的 就是希望未来 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的机会 来关心一些有关于忧郁症 焦虑症这个大疫情之下 因为刚才从林小旭博士的解析 我们就发现 这个年龄层分布在 从小到大都有焦虑症 忧郁症的影响 我想未来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大家也需要的话 我们也帮大家解开这些疑惑 那我想不管疫情如何发展 健康一加一防疫生心灵 在每周五天的直播日子 都会邀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来参与 以供给大家计时的疫情解读 陪伴大家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道路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一加一防疫生心灵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